接下来 普山活动造就大西地高所的三倍众多的地围境 四周是由山谷礁环绕形成蟹湖和养成珍珠 大西地对于珍珠的传说是这样 在众神之主达阿罗完成造天地 他派成欧罗也就是和平之神 装饰跟收纳他的世界 欧罗他把珍珠的背放在太阳可以照射的海域 让他们在有的阳光的地方可以生长 在古时候珍珠是尊贵的象征 只有贵族所以会佩戴很多很多的珍珠头饰跟佩饰 然后到了现代呢 珍珠演变成可以传情的工具 象征着爱情 送珍珠配饰给至爱的人 在他心里变成一种习惯 这首也关于珍珠的古舞 是由台北班的学生雅杰和宜君所诠释 让我们欢迎两位美丽的珍珠 我们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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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